南澳乡长拿着公文来回检视 上头条列各种细项 乡公所去年发给每个乡员 一千元疫情振兴礼金 今年再延续不但继续发放 甚至加码到两千 消息一出让许多乡民很开心 又有小确幸可以领 不过紧邻南澳乡的苏澳镇 却没有这项福利 还有苏澳镇民相当无奈 和南澳乡人同住一条街上 却领不到两千元 相隔一条马路的苏澳人 就没有这项福利 苏澳居民直呼好羡慕 只是南澳乡的经费到底怎么来 原来因为疫情关系 乡运传统竞技赛 和外地运动竞赛没得办 省下七百万元奖金经费 但因为全乡民众有六千人 发放消费金后 还有四百多万元缺口 乡公所决定再多播发 加四百多万元来补齐 乡民最快11月1号就可以领到